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从上个礼拜五开始 然后接着呢礼拜三开始 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 然后礼拜三礼拜四 表现都很强劲 尤其这两天特别的强劲 昨天开高走高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上涨了153点 收盘指数16825点 涨幅0.92% 成交金额3031亿元 OTC的部分呢 大涨了2.62点 收盘指数是216.61点 涨幅1.22% 不过成交金额倒是没有放大 只有成交金额是 656亿元 好 今天凌晨呢美国股市 因为CPI 看起来这个数据呢很难 缠虽然数据不能说有再往上升 但比预期稍微高一点点 这就使得美元指数呢 又开始狂涨了 今天凌晨的 美元指数涨了0.68% 哎呀今天的新台币 压力压力会大一点 然后美债殖利率呢 也往上升 两年期又回到了5%以上 然后十年期呢 又来到了4.69% 所以这台北股市 是不是会再形成压力呢 那不过台积电的ADR呢 是小涨的 所以到底要如何解读 对 我觉得今天 当然台股会受到一定的一个压力 因为昨天在台子期的夜盘 已经跌了122点 如果这点数来换算的话 其实今天我觉得指数开盘可能会回撤到季线的关卡 但毕竟昨天其实台股是带量突破了季线 所以突破季线之后做一个所谓的量缩的回撤 我觉得是对整个技术面来讲是一个合理的解读 那当然重点就像刚刚凤馨所提到的 昨天的美债率的飙升 其实这个台股从上个礼拜开始出现这种比较明显的连涨4天 跟美债率的压回有关 对 但昨天的CPI公布出来之后 第一个CPI公布的时候 其实昨天美股的表现我觉得相对是比较平稳的 对 本来感觉很冷静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开始下杀 对 但盘中为下杀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昨天晚上在美国财政目标授了30年级的公债的利率 飙升到2000零件的新高 就代表整个所谓的外国的投资者 一些所谓的大型的投资银行都不买美国财政目发行的公债 所以那个标授率一旦飙高之后 导致了整个美债率在10年级公债率盘中飙升了20个基点 那美股盘中跌幅就出现比较明显的扩大 像纳达克 道琼 标普 盘中都大跌一个百分点左右 只有废半植物在昨天其实相对是比较抗跌的 跟一些相关消息有关 但整体上来讲也代表今天盘面上 我们面临到比较大的压力 第一个是在于美债率的标高 对一些所谓的高价股部分 高本益股的股票 我觉得造成比较明显的这种所谓的 估值下修的压力 第二部分在于这个 昨天的所谓的人民币 离安人民币在盘中汇率贬到7.31 在日元的部分 昨天美元值得好像冲高的时候 又贬到快要150块日元的大关 对 纽约会市收盘的时候是149.78 距离150很小一步了 对 所以今天我觉得造成台币 我觉得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所谓的贬值的压力 其实昨天台股大涨的时候 台币是不升反贬 所以也代表我觉得短线上来讲 因为美元并没有明显的转弱 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台币汇率也好 台股的所谓的外资的资金 连买了两天嘛 那期货的一个空单 也快要回到所谓的进多单 我觉得今天都会有一些 比较明显反转的压力 所以今天盘面上 可能就要留意到一些大型的全值股 跟一些高价股 高本益股票 我觉得在盘中 可能都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卖压 OK 所以呢 谢谢这个汉伟提供我们在美股交易当中 很重要的一些最新的消息 所以不纯粹是CPI的问题 对 其实是美国财政部 飙售30年期公债 就发现市场不太买单 这件事情 对 才造成债券市场突然又出现了反转 对 因为它比较麻烦是 它连续四次的飙售公债 投标的倍数都低于市场预期 平均投标在2.48左右 但昨天的投标倍数是2.36 代表可能很多人都在观望 可能要等待说 真的美债利率标后5个百分点之后 我再进场去买一些公债 所以整个市场对于在市的部分 还呈现比较比较悲观 比较观望的一个态势 那另外一个消息是在于说 昨天的以色列空袭的这个叙利亚的机场 那我觉得这个消息可能大家要特别留意 哦 天啊 对 因为昨天这个所谓的哈马斯的前任领导人 可能宣誓说可能在下个礼拜五要进行 所谓的全召集全世界的 这个所谓的相关的可能中东的 这个所谓的相关的教派 做一些所谓的类似这种比较激烈的恐怖攻击的行为 搭配上说什么 最近传出来说以色列相关的一些地面部队 在做一些集结 可能有一些地面的一个进攻的行为 所以在昨天整体上整个所谓的欧洲股市 因为这个消息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翻跌 代表说以巴的战事 虽然说大家觉得说好像是一个短期的影响 但目前我觉得其实局势还是相当的紧张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盘面上国际局势的动乱 跟震荡的格局还是要稍微提高警觉 也代表今天盘面上在资金轮动的过程里面 也许一些所谓的防御型属性的股票 一些军工股 一些政策题材股 可能在盘面上会有一些表现的空间 好 以色列空袭叙利亚 叙利亚跟这个加萨走廊 其实是一南一北 它的位置点其实是在以色列的北边 对那我看新闻是说因为 如果叙利亚卷入的话问题会很麻烦 对因为现在最严重的情况是说 以色列可能会五面迎敌 因为它被整个所谓中国国家所包围 所以在埃及跟叶门那边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但在所谓伊朗啊 伊拉克啊 沙特阿波 这些可能都会因为所谓的 以色列的地面攻击的行为 而有一些介入的动作 所以我觉得最近在所谓中东局势相当的紧张 像英国也宣布了 它要加大在中东的军事的投入 那在美国部分也派出航空母舰 到中东附近做一个所谓相当的警戒的动作 也代表我觉得大家是不可以轻忽 相关可能以色列接下来的动作 但整体上来看 因为毕竟离台湾还是相当的远 所以对台湾的影响 我觉得并不是那么大 但在盘面上还是造成一些所谓 个股的一个轮动的情况 比方像最近的AI族群 像韦银 韦创 广达 这些我觉得都是因为他们之前传说 接到中东的相关的大单 所以如果说接下来在所谓的 以色列出现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甚至说美国对于这个中东相关的AI晶片 晶片有一些制裁的行为的话 我觉得都会影响到相关营收的表现 所以我觉得在短线上来讲 但台股目前多方格局 我觉得是比较明确的 因为毕竟昨天是带量突破的基建关卡 而且连续两天台股就带量的上工 但是在短线上我觉得会有一些震荡的格局 其实大家也不用太过紧张啦 毕竟我们讲说 这个所谓的战争的局势 只要不要像俄乌战争一样 这样一打打了一年多 没有办法停下来 嗯 会不会打那么久我不敢说 也许也会 但是现在最怕的就是它扩大 它一旦扩大的话 被卷入的国家一多 那情势就会变得非常复杂 对 就比较麻烦 因为目前来看 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家 它其实牵引到 所谓的欧美跟中东 跟中国势力之间的对峙 所以这个我觉得 当然会让大家想说 悲观的话 不会引发类似 所谓的世界大人那种局面 我就应该不用这么严重来看待 但是我觉得短期之内 可能到第四季 这个问题如果不是很快解决的话 可能都对于这个盘面上的一些局势啊 对这种资金的轮动 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以现阶段 在所谓的一个国际局势 比较混乱的过程里面 大家还是要回归到 就是说 到底接下来 台湾本身 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一个 比较抗跌的题材 那国际局势 在轮动的过程里面 比方说看到美赛地币的飙高 那会不会有一些资金 反而会转进到一些可能 有具备内需题材的啊 具备一些价值型的股票 成为所谓资金的避风港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做一些 两手策约的应对 也就是说 你看上个礼拜 在美赛地币往下跌的时候 你就去买一些电子股啊 买一些所谓成长型的股票 买一些比较投机性的股票 他们其实波动幅度 这种所谓的 短线上往上冲了一个 输入非常快 但如果说你发现到 美赛地币开始一旦飙高的时候 你就转进到一些 比较价值性的股票 很类似所谓的 这种所谓中华电信这种的啊 那种值率比较偏高的一些公司 我觉得它相对 就会有比较好的 一个表现的空间 所以整体上来看 我觉得10月份当然 以现阶段的大盘指数来说 短线上来讲 我觉得大盘是 酝酿了所谓这个W的主体的形态 但是因为我们上面 还有一个季线的压力 虽然说昨天突破 今天可能会有一些回撤的动作 但季线我觉得 以现阶段的扣底值 大概到月底之前 都扣底在1万7点以上的高点 也代表说 除非是在下个礼拜 或者说下个礼拜 台股直接突破万7的关卡 那不然我觉得季线 基本上来看 还是会有一个下万的压力 但我觉得好消息在于说 从11月开始 整个季线会有两个月的时间 从17,460几点的高点 一路扣底到16,202的高点 所以我觉得10月份 其实大家也不用太过紧张 因为如果说你遇到 这种所谓的急杀 遇到一些重挫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可以勇敢在买方 因为下个月开始 我们季线要出现 翻扬向上的格局 也代表说 其实我觉得11月份 10月份的台股行情 应该会出现 比较明显的多方的表态 但关键因素有两个 第一个你要看到美在率 真的要出现 比较明显的拉回 那目前预测 大概11月份 大概不会升息 那下个礼拜开始 因为联准会官员不能讲话了 对 又封口了 对又封口了 所以相关我觉得可能就集中 在今天的晚上 也许一些美国官员 发言完毕之后的话 大家就会去看 到底接下来整个联准会 相关数据的表现 像昨天CPI出去 出来之后 年底升级的预期 又回到五成以上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可能就大家观察 就是到底联准会 应该预计 11月份不会升息 但12月份有升息的可能性 那这对美在利率 对于这个资金的部分 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那第二部分 可能大家观察油价变化 因为油价变成影响利率 比较重要的关键 如果说真的尾巴的冲突 是有升温的现象 油价重新转强 转强的话 我觉得对于利率 对资金 对台股的电子股 都会造成一定的压力 好所以呢 总结来看的话 漢伟的提醒真的很好 就第一个就是台北股市看起来 那个WD是已经一个成型 在这个地方 所以其实中多格局 已经俨然成型了 对不对 但是极短线的部分 技术线型上不要忘了 季线还在往下弯 所以理论上来说 他很可能会迁移台北股市 必须要再拉回 重新再测一次季线 这个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对不对 那再加上极短线 我们刚刚提到的今天凌晨的一些最新 漢伟提来了 提供了非常重要的 两个重要的最新讯息 非常谢谢漢伟 第一个就是 美国标售长天期公债 看起来 其实呢 这个反应还是蛮冷清的 所以呢 这个三十年期的公债之旅 他的标售创了二零零七年以来的新高 这一点对于全世界金融市场 都会有印象 第二个就是中东战局 会不会再扩大 对 而这个扩大 短期之内 也许不见得 立刻影响经济基本面 但如果嵌入的国家太多 油价的上涨 以及美元的避险需求的上升 这一切都有可能会使得台北股市再度承压 好 但是漢伟刚刚提了 既然多方的格局 已经在这个地方急杀 反而要准备 可是要应对的是国际大环境当中 什么会相对有利 什么会非常不利 趋吉避凶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请漢伟来帮我们解析 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你们现场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现场的是摩尔头顾分析师林汉 我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所以呢 那么虽然说 嗯 中线 我们看起来这个多方的WD呢 有成型的情况 那么但是极短线 刚刚提到的国际环境 以及技术线型上面 季线还是向下弯的技术线型压力 所以今天有可能 因为以台子齐昨天夜盘 其实也跌了100点嘛 100多点 所以今天有可能会开低 那么会不会急杀 我们不知道 可是除了看到大盘 可能会有一个极短线的整理之外 你刚刚提到 借由这个国际大环境 油价的部分啦 或者在美债殖利率的部分 都可能有波动的情况之下 我们重心点挑选可能要出现变化了 其实这才是重点 对我觉得在短线上来讲 我就资金轮动非常快 我们简单举这个礼拜大盘的例子 礼拜四 外资买 内资卖 礼拜 应该说礼拜三啊 礼拜四就是 外资跟内资同买 所以昨天其实在贵买的指数 在大盘指数 就出现全面性的上涨 那我觉得今天盘面上 会出现比较不一样的状况 可能会出现什么 外资卖 但内资转买的一个格局 对 但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内资买 他可能不会买 昨天强势的股票 他可能资金轮动到昨天 比较没有涨到的股票 去做一些布局的动作 所以我觉得在短线上来讲 季线还没有正式转为上弯之前 可能盘是会比较偏向震荡 那大盘格局 我觉得可能在短线上来讲 大概就维持在 17000点到16500点 这500点的区间 进行一个来回的震荡的格局 因为季线刚好在16700点 所以上下你大概抓个250点 我觉得是蛮合理的 那因为下个礼拜 有比较多的一些 关键的大事情 因为10月18号是鸿海科技日 所以听说黄仁君要来嘛 所以相关AI股 我觉得在短线上 甚至说今天盘中 应该会有些拉回的压力 大家可以寻找一些 折优布局的空间 那10月19号 是这个所谓的 台积电的法说会 那就会影响到 到底台积电会不要表态 那到10月底之前 如果台电真的往上 突破550块的高点的话 也许整个指数 就往上急功到 暂往万七的机会 外资已经准备好 五大题要来问台积电 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第四季的展望到底是如何 以及对于明年的资本支出 其实这个都对于 未来的整个半导体的前景 其实是关系密切的 对 因为他现在在一些熊本啊 德国啊美国 其实陆续都要开始 开除相关的产能 所以很多外资 在看他资本支出 后续的一个带来的效益 但重点会在于 在台股市场里面 大家关注可能就是先进崩撞 跟细光子这两个题材 但我觉得这个都是 可能在法说会之前 大家可以留到相关的诸趣 但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于说 就算现阶段 从10月份下 已经10月中了嘛 今天大家还说 13号星期 我会不会有点紧张 对 但我觉得 其实拉回来 大家也不用太过去担心 因为刚刚提到的 未已11月12月份行情 我觉得是可以看好的 那反而你可以趁着拉回的时候 去做一些相关的布局 那我们这边 帮大家准备一个图表 就是说 到底第四季 大家所担心的多空的一个消息 有什么样的一些 主要观察的重点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图表的部分 就是说 大家会担心说 接下来所谓的经济 会有些衰退的疑虑 跟多方论点 会认为说全球升息 应该会来到尾声 我认为说 升息来到尾声的机会 是比较高的 那再来就是大家担心 地缘政治风险 会不会持续的升高 我觉得这个区块 其实大家应该 比较关心说 台海跟所谓的 东北亚之间的一个状况 对于这种所谓的以巴 而我觉得对台湾来讲 影响并不会太大 那另外多方会认为说 总统大选毕竟来了 所以一些拉票行情 会带动一些族群啊 指数有一些抗跌 因为我们政府基金也拨款了 国安基金 还有一些资金留在场内 那再来我们讲说 大家也会担心说 第四季 到底电子也忘记 是不是来真的 那大家看到一些消费的数据啊 看到一些通膨的问题 也会担心说 欧美的经济数据 跟消费动能是有在放缓 但我觉得整体上来看 我们都以多方来解读 我觉得其实相对是有利的 那再来大家所关心的 AI股到底有没有赚钱 目前来看 我们从9月份营收看起来 好像只有技嘉是表现不错的 对 广达意外的表现没有那么好 对 但是因为如果说 以法人圈的一个预估啊 说第四季才会真的出现 比较明显的拉货草 所以10 11 12 这三个月份 就是非常重要 检视的一个月份 到底这些AI股 他们营收到底第四季 能不能出现比较明显的拉动 如果没有的话 但大家对AI股短案来看的话 就会要比较偏向保守来看待 那另外大家关注的重点是 那美元会不会来到高点出现往下 台币的部分 今天看起来会贬到32.2的关卡 会不会贬过32.3 那我觉得其实 就第四季的走势上来看 我们从基本面角度来解读拉 台湾的出口年增已经回正了 那第四季传统的旺季 代表基本面数据 我觉得应该不会太差 甚至说我们景气对策灯号 有可能转为黄蓝灯 所以代表说台湾的GDP 或者说整个成长性 慢慢变好的时候 资金是有机会回流的 所以这边对台币的所谓贬售 我觉得大家也不用看了 太过于悲观 但是你知道 10月份是一个比较震荡的月份 所以大家利用10月份 再拉回过程里面 其实可以寻找一些产业 做一些低线的买点 所以我们来看我们下一张图卡的部分 其实在10月份 我觉得大家可以留意到 就是说 有很多AI扩散出去的一些相关产业 我觉得是可以留意的 因为我觉得AI的问题在于说 真的大多数人用不到AI 就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像我家里面有个水波炉 就它可以用烤箱 又可以做一个所谓蒸汽 又可以用微波 但我买回来之后 只用微波而已 对 我觉得AI问题就是这样子 它其实功能很多 但我觉得很多人 其实不太会去用这些东西 真的我们对于一样产品 多功能这件事情 通常我们只会看中 它其中一个功能 所以对AI来讲 我觉得其实到明年的重点 会在于它怎么样把它 用到一般的中段上面的结合 我们可能需要其中一些功能 只要在手机笔电有这样的好功能 我觉得大家就会去买 所以那不是我们传统的 AI伺服器当中的相关供应链 对 会往外扩散到边缘运算 你觉得反而是到了最终 要不要举几个例子 就是可能的终端产品 比方说像Google 在10月初发表 它新的Pixel 8的手机 它号称它用AI跟拍照的结合 你直接可以把人 就是今天我只拍凤星 那凤星后面有其他人 我就把凤星留下 其他人把它移掉 那拍的时候就直接如此了 可以 而且直接就可以 把两个人结合在一起 比方说凤星 我们就跟巴黎贴塔结合 那就代表说 其实AI在手机上面 应用我觉得 其实会比较偏向 实用端的部分 那另外大家可以留意到 昨天玉龙发表 它新的电动车 所以我觉得相关的充电需求 大家也可以留意 那另外我们讲这个 双十国庆之后 相关绿能除能 特别下礼拜有所谓的 台湾的国际能源周 所以有一些相关的题材 我觉得说短线上 大家都可以留意到 在接下来所谓的行情当中 趁着这个大盘拉回 指数震荡的过程里面 其实都有逢低 不觉得好的买点 第一个族群 我到现在还想不到 类似的一些相关个股 这样子 对 我觉得其实像 NB族群也可以留意到 因为很多像鸿基啊 像所谓的技家 都推出到AI的笔电 也就是说 它可能跟一些作业软体结合 让你这个作业上 还更加的容易 所以我觉得整体上来看 其实AI扩散出去 像所谓的 亚马逊智慧影响 也是同样的一个概念 有道理 我们过去在谈的 其实都是企业里头的 AI军备竞赛 对不对 所以都是买AI伺服器 如果有一天变成 消费者终端需求 变成需要买AI笔电的时候 这个时候 可以思考吗 是这样类似的概念吗 对 因为它会带动 整个换机的需求 所以手机有AI 你可能会换手机 笔电有AI 你可能会换笔电 甚至说智慧音箱 有AI工人 亚马逊那一个 你可能就会换一个智慧音箱 所以我觉得带动 其实供应链的商机 其实会比AI伺服器还更大 大家思考看看 就这里面 当然这里面就牵涉到 你要去把每一家公司 它所做的事情 以及它的最新进展 有没有机会被接受到了 AI的边缘预算 AI的终端需求 这些其实是我们 必须要去思考的 对 要花点时间做研究 但我觉得趋势上来讲 明年这些低库存 库存压力简化的一些 相关的产业 其实本身就有一些 复苏的力道了 好 然后新人员车 但至于在政策这一个部分 我觉得 感觉上面比较明显 比较明确 大家可以去参考 因为刚刚就已经讲了很多 就不管是绿能 粗能 还有包括减碳 然后还有军工 对 就国防自主 大家可以参考 我们要非常谢谢摩尔头 顾林汉伟分析师 谢谢 谢谢大家